欢迎来到幼化教育的国画公开课课堂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一副鸭子 一副秋去图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鸭子的画法 不管是大鸭子还是小鸭子 大家看这个鸭子可不可爱 今天我们主要的作品就是这一张 然后是围绕鸭子 还有一些叶子的画法 仇人鸭是什么鸭 糖糖应该吃完了 上班着呢 可以 你可以发到我的账号上 或者是发给咱们的堂堂老师 堂堂老师可以把微信打出来 然后可以加一下堂堂老师的微信 把作品发给堂堂老师 也是咱们的助理老师 今天要用到的笔呢 都是杨好笔 大家准备好了吗 画材准备好了吗 笔准备好了吗 纸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的话就敲一个E 然后今天纯粹想看一看的 可以敲一个2 大概就是不同种类的杨好笔 可以拿一支杨好的 狼好的小一点的笔 大概就是大中小三支笔 主要呢是用到的是杨好 然后纸呢是生鲜纸 好的我们今天呢就正式开始 进入咱们的绘画的课题 咱们今天呢主要是画一只小鸭 画几只小鸭子 首先我们先调一点浓墨调出来 然后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 或者是碟子 这个呢就相当于大家的调色盘 大家在准备调色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尽量是准备这种大一点的纯白色的盘子 咱们家里有一些橙菜呀 用的碟子 如果是纯白色的话就可以 一定要注意是纯白色 不能有花纹 为啥不能有花纹 因为一有花纹的话 里面的颜色就看不太清了 花纹上的颜色呢 就会显到这个条的颜色上面 整个笔占淡墨 我们可以欢迎一下后面进来的同学们 现在是7.05分了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上课 首先呢我们要占淡墨 首先我们讲一下鸭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画法 或者是画这些小鸭子 整个笔尖 整个笔是占淡墨 一定要把笔尖笔根都占到 不能只占一点点 全部按下去 全部占淡墨 然后用笔尖占一点点浓墨 用笔尖占一点浓墨 我们画小鸭子的头 小鸭子的头一般怎么画呢 一般分两笔 注意墨的含量不要太多 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有见过鸭子吗 第一笔是有一点弧度 见过的话可以敲一个一 第二笔呢 我们画到下面分为两笔 这样小鸭子的头就画出来了 没有吗 看来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呀 都是城里挖呀 我们可以搜索看一下 先看一下具体的外形 你看刚一搜鸭子就有一只小鸭子 是钢筋水泥下长大的 那图片总见过 像我们要画的这种小鸭子 包括它的长大的状态 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感觉就像一个球加一个鸡蛋 看一下我们可以把鸭子的头 比喻成一个球 然后再加一个三角形的嘴 然后在身体是一个小鸡蛋 然后它的爪子呢 吃过呀 好残忍呀 还有一个棋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鸭子这么可爱 怎么能吃呢 看一下毛茸茸的质感 这种小鸭子一般都是毛茸茸的质感 所以我们画小鸭子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水分带的多一点点 这样呢 它在悬纸上硬开呢 就会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 养过鸭子呀 然后接着画它的颈 我们可以画一个弧度 画一个小鸭子的弧度 感觉这边木有点多 有点晕得太开了 接着画它的尾巴 接下来呢 我们沾弹幕 比上沾弹幕 然后画一下鸭子的小翅膀 同样是靠近我们这边的翅膀 画大一些 远离我们的翅膀呢 画远一些 这呢就是有一个透视的关系 还是在村里好玩 能下水捉鸭 是吧 上树捉鸟 这是我们用淡末 稍微画一下它的肚子 不要太淡 然后尾巴稍微可以敲起来一点点 这样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用小一点的笔 调一下它的嘴 嘴和脚的颜色 我们这几颗用到的呢 是管状的颜料 看一下这沥金沧桑的颜料 用藤黄 可以用藤黄加一点点褶食 其实我觉得鸭子还好 还是挺可爱的 但是我感觉我有点怕鹅 感觉鹅有点凶残 撵着人跑 整个的水分 发现没有 整个的水分跟平常画的 其他一些画法不一样 它的水分可以多一些 这样它运开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 没见过 没见过吃过是吧 好 接着我们调一调藤黄 加一点褶食 尽量不要直接用藤黄 藤黄加一点褶食呢 它会显得更稳重一些 鸭子我们应该吃的多 像鸭脖啊 绝微啊 前几天晚上11点钟了 还出去买了个鸭脖吃 好接着我们画它的脚 画脚呢我们稍微戴一下 戴两笔就行 好我们看一看脚的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个翅膀下面 可以往后画一画 就感觉它是一个游动的状态 而且往后画 带一点弧度 然后再带一笔小的 再来一只 再来只就要画一点点就行 露出来一点 就感觉是像对面的那只小脚 那么这样它就会有一种 感觉像是在水里游动的效果 当然如果是感觉不明显 稍微加一点水的这种波纹的样子 这个鸭画到这里呢 发现问题没有 还没有画它的嘴和眼 露锅露锅啥 接着我们画它的嘴 鸭嘴呢都是扁扁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沾一点浓墨 刚才谁说鸭子好可怜 怎么能吃 刺猬是晚上有课吗 好我们用笔尖沾一点浓墨 笔尖沾一点浓墨之后去点一点小鸭子的眼睛 然后我们点眼睛的时候可以分为两笔去点 可以把它的高光点出来 这样呢它会显得更灵动 比如说是一笔 好然后第二笔 这样点出一个圆形 点出一个圆形的时候呢发现没有 把这个高光就给它挤出来了 大家再看一下 左边点一笔 好然后右边再点一笔 它中间的高光 那个白点点就出来了 大家点这种像鸭子啊鸟啊 这种动物的眼睛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按照这种点法去点 刚刚是说鸭子好可怜是吧 然后转头晚上就去买了绝胃 边吃还边说 哎呀真好吃 不够辣 感觉不够辣 鸭头不吃 同样注意就是中间可以留一个小点 虽然这个眼睛很小 但是我也同样留意了 把这个小点点留出来 这样它会就有一点 bling bling 就炯炯有神的感觉 这呢就是一只在水里 游着泳的胖胖的鸭子 这边的水呢稍微多了一点点 大家可以稍微小一点弯一下 大概是一个像一个二字形一样 它整个像一个二字形 然后上面呢敲起来一点点 接着我们画一画在岸上的鸭子 比如说站起来的 小怪兽是正在吃什么 正在吃鸭子吗 同样整个笔上是占弹幕 然后笔尖 注意整个笔上是占弹幕 试一下 我们可以拿一张废纸 拿一张废纸试一下 整个笔上占弹幕 笔尖占一点浓墨 再试一试水分的大小 这个鸭子太小了 不能吃 接着我们看一下 小鸭子的一些通俗的画法 先是上来 再上去一笔 然后往下再按一笔 首先是这两笔 一笔上去一笔往下按 打一个小钩一样 再一笔横着 再横着来一笔 它整个脑袋的形 基本上就出来了 接着画它的脖子 画完脖子之后 就用弹幕 大家平常画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在纸上试一下 拿一张废纸 看一看水分够不够 把它的身体画出来 第一个是看水分够不够 第二个可以尝试一下 不要一开始就画上来 看一看墨色的浓淡这些 然后再用笔尖 占浓一点点的 画一下它的两个小翅膀 远够的小翅膀呢 我们就画的小一些 近处的小翅膀 我们就画大一些 再沾一点淡墨 再沾淡墨 把它的肚子和屁股 勾出来 再给它一个小尾巴 给它画一个小尾巴 一定要注意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它就有这种毛茸茸的这种晕开的这种感觉 接着我们刚刚用藤黄 加一点褶石 有点像企鹅是吗 像其实小鸭子啊 鸭子呀 鹅呀 然后鸡呀 这些动物它其实小时候毛茸茸的 画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咱们会了这一种画法之后呢 画其他动物也是差不多的这种画法 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点不一样 我们再来一个小嘴 记得画嘴的时候 这第一笔一定弧度 一定要和这个头连上来 大家这样一定是要有一个线 感觉有一根线这样连上来的 从这个嘴慢慢的往这个头上翘 因为它这个嘴上面 本来就是这样长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连得上 是一个三角形 我们再可以画一下下面的 可以画它成张开嘴的样子 好 一定要注意啊水分多一点啊 画嘴和腿的时候不要 画爪子的时候不要 其他时候就要多一点 其他时候就要多一点 然后它就会毛茸茸的 尤其画身体的时候 它就有种蓬松感 接着我们画脚 画它爪子的时候呢要注意 分一般是三笔在前 我们可以在前面画三笔一笔 两笔 三笔 这样三笔在前然后一笔在后 后面这一笔呢可以小一点点 然后再往中间带 两笔中间 三笔前一笔后 然后前面的脚指头往中间稍微带一下 然后接着画另外一个 同样也是三笔前 然后一笔在后面 要注意这个三笔要有长有短 中间的这一笔呢是最长的 然后再往旁边带一下 带一个弧度出来 好这样我们小鸭子的脚就画完了 有吃过这么小的鸭子吗 鸭子这么小一般都不会吃吧 这还没巴掌大 你看还没拳头大呢 沙波般的拳头 看一看 好接着我们笔尖占浓墨去点一下眼睛 眼睛也是刚刚的点法 要点两笔 把高光流出来 用刚刚教的点法去点 笔尖占浓墨慢一点 是不是感觉就高光流出来了 有不灵不灵水汪汪的感觉 对是国画 然后呢等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稍微勾一勾这个翅膀这里 用浓墨也是用浓墨稍微勾两笔 然后包括尾巴也是 可以勾两笔出来 包括这一只小鸭子也是 可以淡淡的勾起饼 可以淡淡的勾起饼 当然不要太干 如果是太干的话 可以稍微先湿一下 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鸭子这里 先湿一下弄湿一下 等会再勾两笔也行 像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 没有太干 等它僵干的时候再去勾 勾两笔 把它的小尾巴给它勾出来 然后翅膀上也可以勾两笔 这就是这个小鸭子的画法 这个是站起来的 这个是在水里的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大的鸭子 就是它长大了之后 是什么样子 它长大了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看一下 大的鸭子 长大之后 就终于可以吃了 它就是一只合格的鸭子 咱们的鸭脖 鸭爪 就来了 就上桌了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画这种大鸭子 该怎么画 虽然咱们今天 我们就要用大一点的养好笔 整个笔沾上蛋默 一般是先画身体 先画羽毛 先画翅膀 好 沾上蛋默之后 然后测锋 测锋 把笔躺着平下来 测锋 扫两笔 扫出一个翅膀的形状 再往后可以带两笔 把这个整体的形状可以带出来 这个是一个翅膀 翅膀的前面部分 然后接着是后面部分 有一个 飞鱼 几集 三集飞鱼 初集飞鱼 飞鱼呢就是在这里 画飞鱼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浓膜 我们可以先用蛋膜 这样带一下整个的位置 这样大家就等于是打了一个草稿一样 好 再把压尾的位置 也可以稍微带一下 接着再把他的 胸 腹 稍微带一下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都是侧风 侧风用笔 好 接着呢 我们用笔尖去占浓墨 用笔尖占浓墨 把鸭子的这个 翅膀把它勾出来 够的时候要注意 先勾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再顺着它 勾两笔 包括对面的也是 再把尾巴 顺便扫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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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头了 画头呢 同样也是要占浓墨 我们先看一下头是怎么样画的 大家通过这个几何体表现得清楚吗 压头它的不同角度的一个状态 我们怎么去观察的 它整体而言像不像一个三角形 头那里大一些 然后到嘴巴是慢慢的越来越窄 整体是一个大的三角形 像这样整体是一个三角形 只不过当中还会有一些细节 像它的头的话 后面是分两笔 好 然后再 形成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头的上面呢 有一个小面积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 所以大家画头的时候就要注意 要基本保持住这个形状 不要画偏了 然后这个三角形呢 它的嘴巴前面呢 嘴巴前面这里 角度会大一些 然后到后面呢 角度就平一些 前面角度大一些 到后面角度就会平一些 到尖尖这里 角度就会稍微平一些 鸭子都感觉有一点点凶 有没有 同样我们是用浓墨 烤鸭是哪一种鸭子做的 烤鸭是哪一种鸭子做的呀 然后刺猬说 北京烤鸭是肉鸭 画头的时候要注意 头的位置呢 就可以随意一点 因为它的脖子很长 它可以扭出各种形态来 那么脖子呢 可以画后面一点 画到这个位置 那它脖子就是这样扭过来 那画到前面一点 它脖子就是往前伸 同样也是第一笔向上 往上提 然后往下按 按出它这个头形出来 往上提 第一笔往上提 第二笔往下按 这是两笔 然后再接着横着再画一笔 整个头部的形状就出来了 白毛鸭 是吗 烤鸭是白毛鸭 白羽鸭 好 接着我们顺着这个形 把它的脖子 画出来 画出来的时候要注意 留一下白 当然可以把这个线 可以稍微勾过来一些 没关系 留一点白 就像项圈一样 带了一个项圈 同样用笔 中间用笔可以带两笔 接着我们勾一勾它的嘴巴 画嘴巴刚才也看了我们的图 画嘴的时候要注意 要顺着它的头形 像如果头形是这样 我就顺着这样画下来 顺着这个头形往下 然后到前面的时候呢 就画平一点 好 再接着往下 也是要顺着这个头形 然后再往下画它的下嘴 再稍微点一下鼻子 鼻子的位置 中间可以再带两笔 好 点一下眼睛 点眼睛要注意 刚刚的点法 把它的高光点出来 就通过这两笔 把它的高光点出来 这个高光注意不要点的太中间 如果点的太中间 我就在下面再多添一笔 还是有个小白点 尽量是通过两笔这样点出来 尽量是通过这样一笔 然后两笔 不够饱满 我们可以再添一笔 不够饱满 好 接下来同样 我们还是用 藤黄 加这个石 画一下它的脚掌 往下按 往下按的时候再往上抬 往下按再往上提 再往右上角提 再抬一笔小的 后面那只脚我们就画小一些 稍微意思一下 然后发现前面的羽毛可以稍微深一点 翅膀上 要不然全部都是淡色 会显得有点不好看 有点突兀 可以再加两笔 好 再把它的嘴巴 也是一样的 把它嘴巴上一下色 其实上色的时候 咱们不要去说 非得把它涂买 留一点小空白也行 上的时候随意一点 像这样 留一点这种白色的也行 随意点 协议的时候呢随意一些 好 这就是这一只长大了的鸭子的一些画法 同样我们再可以稍微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每次半个小时画了这么多 半个小时刚刚还把这个小鸭子也画了一下 再画到咱们长大之后的样子 鸭子是不是挺可爱的 水分是比较少 画翅膀的时候 我们首先可以先画翅膀 画翅膀的时候呢用弹幕 然后把翅膀的外形 稍微画一下 同样这个笔 不用太去在意它的这种分不分差呀 所以 所以画国画的时候啊 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那些写字啊 写的不好用的笔 然后用来画国画 再画它的胸 再勾一勾 这是大概定了一个形 定一个形之后呢 我们再画 大概定成这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头 沾一点浓墨 鸭子的眼神里满满都是故事是吧 是因为我们吃的鸭太多了吧 就感觉鸭子很可爱吧 满满都是故事吧 它这个眼睛 它留了白很小啊 它那个白色呢 是它旁边羽毛的颜色 看着这个鸭子满满都是爱 好 接着我们画一个 往上抬 再往下按 把它头部的形 按出来 这是一只橙丝的鸭子 接着勾一勾它的嘴巴 勾嘴巴的时候 一定要顺着这个头的形状去勾 好 前面呢 角度大一些 后面我们就平一些 点一点它的鼻孔 再确定一下它具体的位置 你画的那一只 你画的给唐唐了吗 接着还是浓墨 还是浓墨 刚刚弹幕我们已经用完了 接着还是浓墨 还是浓墨的话 也点一下眼睛 要点两笔 好 再还是浓墨 继续是浓墨 干一点的墨 浓墨 然后去画它的翅膀 翅膀画它的飞鱼 首先画一个小的 这样的一个 花瓣一样 像勾种花瓣一样 勾两笔 勾出这样一个形状来 然后接着再往下 再一笔 往上一勾 再来一笔 再往上一勾 再来一笔 再来一笔 画的随意些 再往上勾 它这个翅膀一层一层的 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顺带着 这样春梁笔 它就更有感觉一些 我们画的时候呢 可以画密集 画紧凑一些 好 对面的也是一样的 先是 画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再勾一下 它就有这种 它就有这种 飞语 这种一层一层的感觉 然后会春梁笔 接着我们把尾巴往上翘 好 期待谁 期待侠 学国画是吗 侠特别调皮啊 特意 就是很快速的画了两张国画 然后让我去点评 然后让我看 问我期不期待 他不敢给其他老师看 给我再看 那同样用浓膜可以蹭两笔 想你现在有报了多少门课啊 还有多少门没学 因为上一次是我们的周年庆 周年庆呢 有很多同学都囤了很多课 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咱们幼化嘛 对我们也是非常的信任 有很多同学就是 报了好多门好多门课 然后呢 尤其是上一次周年庆 上一个月周年庆 会比较便宜 大家就囤了好多课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是要求大家 不要囤那么多课 如果手上还有两门课 没有学 就建议大家不要再报课了 是不是第一次遇到像我们这种 其他机构就是 哎呀大家赶紧来报课啊 我们就是 大家千万要理性消费啊 不要报这么多课了 就是手上如果囤了两门课 还没开课的 大家就稍微缓一缓 暂时不要报那么多课了 好不好 然后如果是怕错过这个优惠 或者是怕错过优惠呢 我们可以先交个 几十或者是一百的定金定在这里 让助理老师 让助理老师把这个优惠给你保存着 大家不要那么着急 一下子就报了那么多门课 都囤在那里又不上 一定得把自己的 最终目的还是画好 对不对 如果课是同时开 肯定没时间 稍微排一下时间 然后囤两门 囤两门课之后 就不要再囤了 然后咱们一门一门来 一门一门学好 咱们优惠就是 你先学好 要保证你学好 不是说要你报了多少门课 一定要学好 如果说是怕错过优惠 咱们就在老师那里 来个一百块钱预定嘛 来个几十的预定嘛 你怎么还怕我们优化跑了不成 是不是都带了这么多期 都已经六年了 然后优惠也给你存到那里嘛 我们的目的就是学好 是学好 一定要注意是学好 大家太热情了 你听说有优惠 或者是有活动啊 画压壮的时候 按笔 再往下提一点 再稍微提一下 后面这一只呢 可以画小一些 也是按笔 往上提 再提一笔小的 让它有这种游动的这种感觉 Hello 三羊 不是三羊 是山 山羊 木木囤了三门了 是吗 囤了三门不要再囤了 然后如果是有活动啊 包括快乐羊也是有活动 或者是不想错过这个优惠 可以跟老师申请说 先交一百块钱定金 把这个优惠锁住 还是你的 你报了我的书法和国画 是这一期的吗 是现在正在上课的吗 是跟B站的名字不一样是吗 有人追求大满贯 好 然后我们这个画这个鸭子的这个嘴的时候呢 稍微随意一点点 没购买也不要紧 好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鸭子的画法 这个是长大之后的鸭子 半年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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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没关系 那还好 半年一门 我们一般大概也是半年 半年就是作业指导 差不多 那大家要看一看我们这一期VIP的学院的作品吗 要的话敲一个E 哇 最近好多大神啊 大家不知道看我的朋友圈QQ空间没有 好多大佬 感觉我们班画着画着就是大佬就不断的出现了 都把我震惊了 好的给你们偷偷看一下 然后顺便也翻一翻他们的黑历史 对不对 大学吧 对都是大佬 基本上人人都是大佬 不是说一个两个 现在是才上了几节课 你看大家平常的练习多不多 看洋洋的好 看看现在谁在课堂 把名字打出来 快乐洋是吗 快乐洋 对是你把我招来的 那我们就看快乐洋的呗 不啊 别什么呀 都是大佬都画得很好 然后等会还得翻翻你的黑历史 怎么稍微 其实 其实还没有什么黑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才上了几节课 都是 大部分都是黑历史吧 但是也画得很好了 那我们洋洋画的 看看这个鸟 这种动态 这个应该还没有 这个鱼是上一节课画的 鱼 包括金鱼 鲤鱼 然后鲡鱼 我们 每一节课都会学很多的内容 知识点 然后大家练的呢 也会练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一下时间 不是说 这个 报了多少门 你一定得学了多少门 得学好多少门 看一看 这是我们快乐洋同学的作品 但是正好在课堂 大家说要挑谁的就挑谁的 包括它的鸟之前画的 这种动态都非常好 鱼不错是吧 对都很好 这都是平常的练习 这还没出作品呢 这还是刚刚咱们的练习 看没有不同的鱼 不同的角度去练习 包括鸟 鸟的各种姿态 包括牡丹 牡丹的画法 鸭法 每一片叶子的这种画法 包括教牡丹的时候 还教了一些小蝴蝶的画法 都压得非常漂亮 荷花 这个是才六七节课吧 荷花那一节是第六节课吧 好像是 荷花的画法 然后同样是单独练习的时候 这个呢 是菊花 这个又是荷花 还是在练荷花 包括练这种线条 练这种线条也是一样的 每一个荷花的各种姿态 线条必须得练好了 得开始练 然后再继续再往下 这是菊花 洋洋就不用商业锤 本来看 看这个线条链的 厉不厉害 咱们学这个 如果是专业学的话 就是得从最基础 最基础的东西开始链 大家可能就是 画的可能会感觉的 可能是链的这种东西 枯燥其实不 大家画出来画得很好 然后乐化 我感觉大家的信心越来越足 感觉大家乐化越带近 乐化信心越足 这个是菊花的勾线 每一种状态的菊花 不同的勾线 看看有没有 有黑历史了 慢慢的 你看前面的菊花 就可能渺草一些 到后面就慢慢的会 让它慢一点勾 然后让它的木的含量 包括水分的含量 山羊很傲娇的 是吗 谁很傲娇 是我很傲娇 还是羊羊很傲娇 看一下这个 简直跟书一样 感觉像看书一样 当然前面这个就是黑历史 然后这是梅花 字也写得很好 是不是偷偷的练字了 慢慢的开始在练字了 羊羊 羊羊很谦虚 羊羊在直播间说 现在才刚刚找到点龙蛋的控制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是说我现在的语气很小傲娇是吧 因为看大家都画得很好呀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是大家都画得很好 如果是一个两个呢 可能是说天赋 大家可能说天赋 就是有人天赋好 大家都画得很好 都很努力 其实我也是很 就是很佩服大家 也要向大家学习的一点 就是大家利用这种业余时间 还来学习画画呀 学习这种之前的 比如说一些 没有完成自己的一些心愿 想学画画呀 我也在大家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这是竹子 是大家都很努力 我只是起了一个 抛砖引玉的作用 就是告诉大家一些画法 然后练还是大家练得很勤 包括这个 这个作业指头是指导了很长 很长一段 我都怕 我都怕羊羊没信心 当时 当时指导了很长 看一下 这个拖不过去 就是点了很长 然后 怕 还有点怕 还有点怕打击羊羊 然后 大家都没关系啊 都越来越好 就是要 就是要不怕这种 这种点评呀 或者是 有问题指出来是更好 为啥 这就像 就像医生 给病人看病一样 有了问题 有了病 那咱们治好了 像咱们这种画面 有问题 咱们说出来 老师点评出来 改好了 那就越来越好呀 对不对 所以我 所以大家就是 不要 我点评 有时候点评的比较严 大家要 多多包涵一下 然后其实还是为了大家改正自己的确定 像这个就是黑历史了 是不是羊羊 这就是你的黑历史了 然后其实还主要就是为了 让大家改正自己的一些坏的习惯 和一些坏的方法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也或多或少接触过 或者是按自己的想法再 在写 再画 所以我会指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会改掉这种坏的方式 希望大家呢 就是 奔着努力改正的方向去 这个是文同学的 怎么样 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杂质封面的感觉 文同学的这一幅 没有黑奶油拍 这个是文的 这一幅我特别喜欢 然后包括上面的用笔特别轻松 对有一点水彩的感觉 它上面的用笔 你有没有 包括勾筋的时候 特别的放松 特别的舒适 颜色也特别的漂亮 这幅太棒了 有很多作品 大家都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非常棒 非常优秀的作品 像这之前就是黑历史 练习的时候的黑历史 然后之前练习的时候 是因为脑袋画的有点太高了 然后包括说肚子 我说肚子要收一收 肚子要收一收 然后文就说 是的 做鸟也要注意形象 我说肚子收一收 脑袋在滴一滴 包括它的 牡丹也是特别棒 牡丹这样一半一半压出来 这种形 这种形又很自然 而且它形也压得很准 这个形包括还有这种 整个花瓣 它有一个浓淡的变化 颜色的区分 像这个刚刚就是之前练习的 像还有一只蝴蝶 刚刚之前教牡丹的时候呢 那几颗还教了一个小小的蝴蝶的画法 这幅画也特别好 这就是感觉 我就感觉 哇 大佬呀 一个个都是 都是大佬 都是大佬 每一次看作业 就感觉在欣赏大家的 膜拜大家的作品一样 所以每天都特别的开心 那我们可以就是 往右翻一张 就是黑历史了 其实大家练的都特别勤 练的特别多 虽然教上来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私底下肯定是练了很多很多的 教上来只是说一部分 很多同学都说 老师我练了很多 从这些黑历史 就是一天两天的时间 就练出来了 大家真是练的太多了 太优秀了 能把业余的时间挤出来去 做这么多爱好的画画呀 学习呀 不知道能不能缩小 缩小一下 看个整个的给大家 这个核花的构图也特别棒 好 我们还有想看的吗 这刚刚是两位同学的 快乐阳和 和文 还有没有在课堂的同学 在课堂的同学敲一个一 或者是把名字打出来 把学号打出来 翻一翻你的 公开给大家看一看 画新的这只鸟 我特别喜欢 整个这只鸟的动态 包括它的神情 都非常棒 唯一有一点点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嘴 有点太阴了 就是画的时候墨水分太多了 还应该再干一点 然后之前也是跟他说 他说是为什么呢 是第一笔 他第一笔就开始画的这个嘴 然后没有在废纸上试 所以我每次上课一再强调 大家一定要在废纸上 先试一试再开始动笔画 看这第一笔画嘴 就没在废纸上试 是不是就导致这种情况 你看多好啊 就因为嘴上有一点点阴墨 整个感觉就 离完美差一步之遥 包括它的用笔也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用笔也是顺着这个翅膀 像这里的用笔 就是顺着这个翅膀 从长到短 这边的用笔虽然是淡漠 发现没有 虽然是淡漠 大家也可以依稀地看到用笔的痕迹 顺着翅膀这样去用笔 这样画 顺着形去画 对这一幅是鲜花翅膀 这一幅应该是鲜花翅膀 它是鲜花 它是鲜狗的嘴 那是嘴巴是最先下笔的 其实还好 没有特殊的要求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画这种动态 比较强的鸟 或者是它的翅膀展开的时候 就先画翅膀最好 因为对整个的姿态会好掌控一些 像还画了 画星还在这个 自己买了一个扇面 买了一个绢 绢布的扇子 练习了一下这个牡丹 从嘴好控制位置一些吗 大概都是你们都是习惯用嘴吗 从嘴开始吗 翅膀的话可能会 我感觉翅膀会好控制一些 但是没有强制要求 我们都是方法都会教好几样方法 都会教好几种方法的 然后大家想用哪一种就都可以 之前还有同学的牡丹 我也特别喜欢 画得特别舒适自然 不记得是谁了 因为大家都画得很好 有时候第一个同学交作业 第一个同学交作业的话 我感觉眼前一亮 我说哇这个画得太好了 大家都一加上来 哇都好好呀 像这种勾线 特别舒畅特别顺畅 看剪的是吗 是剪吗 看一看大家的作业 做的 是不是跟书一样 就是作业画的跟书一样 我都画不这么好 我勾线都勾不了 这么这么完美 这么好 它在勾线勾的 真的跟看书上的原稿图一样 这个是上课的作品图 包括步骤图 要是我们每一次上课都是有步骤的 就是必须要交步骤图 看云期的勾线 这种树干的粗糙和这花瓣的细 花瓣勾线的细腻 形成了一种对比 有这种老和愣的对比 是不是都太 蓝色教授就说都太厉害了 对的 大家看一看 练的 练的多不多 各种姿态 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不但是要学 也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所以也是在大家身上学到了很多 像这个就是黑历史了 像现在的勾线 大家看一下这一张的蓝 那个梅画的勾线 和到后面梅画的勾线 再到要出作品的时候 梅画的这种勾线 感觉一次比一次进步大 大家都是飞跃 像画蓝草的时候 一笔两笔练习的时候 哇大佬 诶 云起这个蓝好像没有 没有画作品吗 没有教作品吗 这是他之前的 这是他的黑历史 这是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教大家怎么去 怎么去用笔 各种散风啊 巨风啊 藏风中风测风 等等这种用笔的方式 包括木的浓淡 这是前面两节课教的 然后练习的也特别多 这是云起被我抓包了 好像没有作品 兰花 没有画完作品 看谁的 看剪的是吗 50 剪是咱们的50 这个是拍照的时候很蓝吗 应该是拍照的时候 手机 这个层次感特别好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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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画板画下来 也画得非常的舒适 之前他这一张画的呢 就是有一点一圈一圈了 然后让他就是稍微错开一下 错落 错落一下 立马就改正了 立马就改正了 这是之前的 然后单独的练习 这是枝干 花苞 是前面的菊花 荷花 随便一翻 大家都是特别棒 是不是感觉都是大佬 梅花的作品 梅花的枝干的练习 花的练习 然后兰草的练习 每一位同学都是 前面的竹子 羡慕吗 大家羡慕吗 包括前面的一些练习 这是随意挑的一些 我们班的同学的一些作品 都是大佬 错过了啥 现在是再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咱们这一期的同学的作品 稍微过一过 看大家的大量的练习 一番都是练习的 然后有作品的 作品的步骤图 还有是谁的竹子画的 特别画了一张 特别长的长卷来着 是紫铁吗 我好像记得 哇 真的是一次又一次 惊艳到我 那个竹子装表一下 真的是太完美了 应该是送给别人的作品 快乐阳是谁 还记得吗 有一个竹子是画的长卷的 Kimi吗 是Kimi啊 我看一下 啊 对对对 是Kimi的 哇 这一幅 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看一下 这是这个Kimi的竹子的长卷 长卷作品 这是细节部分 这个学了几个月啊 这个一个月都没有吧 是吧 画竹子的时候 画竹子是前面两节课学的 然后他这一张作品呢 是他后面教的 然后应该是 大概是一个月的时候吧 好像不到 然后这一张竹子的长卷 我还用他的图 我说我得发个 必须得发个朋友圈 这个画得太棒了 包括字也非常好 有时候就不记得 不记得到底是谁画的 还好快乐阳记得 因为大家都画得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画得非常好 我也觉得大家都画得好 一开始看可能还觉得 刚开始就比如说 今天我画了这个 上课教了这个鸭 或者是教了这个作品 好 然后明天又 今天晚上可能明天 就第一个同学就教了 哇我觉得哇好好好 后天又有好多同学 哇都好好 所以后面导致 我就不记得了 反正都画得好 还有谁出了什么作品啊 不是都是都忘了 因为都画得好 所以就没有特意去 去记住哪 谁画的 谁画的最好 没有都 没有谁画的最好 都很好 所以是因为都太好了 所以记不住 咱们就是大鸭 大鸭跟小鸭 好 接着我们就 今天的素材图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画素材图 呗 就开始看一看素材图 容若树像说 画的好和画的特别好 是吧 哈哈 可天把人塞了 像我们画这种勾线啊勾小的这种线条的时候就可以用狼好 都画的好 就是因为大家出的作品太多了 太好了 那我还需要记吗 每一个人都画的好呀 那不随便看 随便点 只是有些同学作品的形式 会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画 是吧 像刚刚的Kimi的那种长卷加字 加起来 它这种感觉又给人感觉 印象会深刻一点 作品的形式一些不同 到时候我们创作的时候 也会教形式的 大家不要着急 到时候我们教到后面几节课 教创作的时候 会把这种创作的形式 怎么就是 画画得很好 怎么再通过这种形式 让它更上一层楼 必须得凡尔赛呀 这都是咱们八期的学员 这期我带的呀 是吧 其他期我不太清楚呀 不是自己带的呀 这个是自己带的 那就 说出去都有新型一些 是不 大家就是画了这么几节课 就是看着看着 大家就是越来越 往大神方向在走 好 分几个的小的形状 首先身体可以画一个小小的这样的梯形 前面呢 可以画两个眼睛 画得可爱一点 然后下面呢 身体下面呢 也可以画一个小的 顺着顺着它这个结构 画两个小杠杠 然后同样一根长一点 一根短一点 要顺着这个弧度 顺着这个弧度画 是的 你们是第一批 你们是我带的第一期 然后快乐羊 你还是一号呢 接着画它的腿 它的腿分几段 分三段 一段 两段 三段 对 你们是开山大弟子 我看一看 快乐羊 你是不是刚刚还传了一个作业 我说这个群怎么在闪 8点13 就是刚刚56 你是传了作业 还是回复了评论 对 你是大大弟子 你是一号呢 分三节 一节两节 三节 一节 中间这一节长一些 中间长一些 然后 前面和后面这一节 可以短一些 然后接着画它的细丝 这样一条线 画下来就行 这个画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具体在画的作品当中的时候呢 可以用更小的笔 更小的笔 再去画 你是特意等到我教的这一期 才开始上的是吗 你是去年报的是吧 特意等到这一期 把我等出来了 应该是等一等吧 等一等 然后把我等出来了 想你是李洋老师的大弟子 就是话不好 你得练呀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同学作品 都是大家通过很大量的练习 真的老师只是通过一个引导 当然了 还有作业指导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哪怕引导之后 肯定每个人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每个人出现不同的问题 我们要通过作业指导 去针对这些问题 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指导 而不是说 那大家如果像是没有作业指导的话 那大家为什么不去照着视频画呢 是吧 你通过网上随便视频啊 书啊 那样画不就行了 但是那样画进步大吗 有可能有些问题 你依然得不到解决 进步仍然不大 你包括用笔的力度啊 或者是你怎么画出来的细节啊 都得不到一个专业人士的指导 你还是白费啊 还是在浪费功夫 一定得一对一去指导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同 男生和女生 他用笔的力度都不同 包括性格的不同 有一些同学 他性格可能文静一些 那画的可能就精致一些 那他画大写意的时候 那就要怎么去改呢 对不对 有些同学本来就豪放一些 画的就是写意一些 那画精致的东西 又要怎么去改呢 这是针对每个人 他的力度 手的方法 画的这种习惯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一节简单的视频 一篇简单的文章 怎么会解决你这些力度的问题 解决你用笔轻松的问题 怎么能解决掉 你 你这种独特性的问题呢 你个人的独特性的问题呢 一定的要知道 哎呀 说着说着就沾了黑墨了 这个枫叶 鸭子呢 都小鸭大鸭都叫我了 然后蜘蛛也画了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看 这个叶子的画法 叶子呢 用鼠红 我们都是羊羊家族的 又叫我们羊羊家族 你是月牙是用 铅笔勾18罗汉的线 勾不好 软笔估计更不好 嗯 也不一定 这个怎么说呢 用铅笔勾线 你可能用到的 你比如说是一样 像用铅笔的话 咱们用铅笔 是不是主要就是 这样拿笔 这样拿笔 用到的是不是这个手腕 是吧 但是如果我们毛笔 勾长线呢 它会用到整个手肘 整个手肘在动 所以它的粗细应该是 更好掌控一些 但是呢 它累一些 铅笔的话 手腕一勾的话 它总会有一个弧度嘛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看这个枫叶 直接用属红 如果觉得太红 可以 加一点褶石 或者是 沾一点点淡墨 如果觉得太红 如果觉得不红的话 可以直接画 我是觉得不红 因为它本来这个素材图就特别红 好 我们看枫叶呢 一般是画三半 画三片叶子 组成一大片 两片小的 中间一片呢 是大一点的 我这个缸子里就有很多的墨 就 本来水就不太干净 所以画出来是正正好 是刚好 测锋 把笔稍微测一点 然后一笔 中间这笔大一些 然后旁边两笔小一点点 短一点点 一笔两笔三笔 然后如果有角度 像这样 有角度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这笔就大一点点 然后远处的那边呢 就小一点 这也是一个透视的问题 如果是像左边这个角度 那么同样也是一样的 那左边这一笔呢 就大一点 水分可以多一点点 调颜料的时候 然后后面这一笔就小一点 是吧 前面的大一些 中间也大一些 后面就可以小一点 这是一个透视关系 封印的就像这样 一般是笔侧着画 侧着往下拉 不要去画成 不要像主页一样 画出这样的弧度来 不要画成这样的 弯弯扭扭的弧度来 一定是侧着 按下来 按下就不动 直接往下拉 按下来往下拉 好 左边拉一笔 右边拉一笔 就OK了 然后就勾筋 勾筋的话 用一只小号的蓝豪笔 用这小号的蓝豪笔 直接占属红 或者是占胭脂 我们试一下呗 在属红勾一下 也还行 是吧 颜色也还行 但是感觉这个对比还不够 感觉这个金 它的金颜色应该更深一点 那我们就试一试胭脂 两个大拇指 坏了 什么呀 虾 大拇指 竖步起来了 为啥 好 我们就用腌脂 然后把鼻洗干净 用一只小号的蓝豪 我们要注意 如果勾线的话 只要涉及到勾线的 只要涉及到勾线的 尽量是用 狼豪笔去勾 然后勾这个叶子的金 卖的时候要注意 一般是由粗到细 粗 然后到细 粗 然后到细 粗到细 然后这样去勾 这是自然的生长规律 靠近枝的这一个部分 它的筋是比较粗的 那远离这个枝的部分 它是细的 所以一般是由粗 慢慢的变细 所以每一次勾的时候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随意一点 但是这种大的关系 我们要注意 对大神太多了 到时候我们右手 大拇指 输久了 左手 这就是勾筋的方式 勾筋的稍微随意一点点 只要注意 由粗到细 这样勾就行 单独的画一下 尽量勾的时候 两个位置不要在一起 不要说这样 包括它的大小 这样就不好看 显得有点呆 我们可以稍微错开一下 有时候画的时候 这种就不行 然后左边勾一笔 右边我们可以在它下面一点点 再勾出来 就是尽量不要在一个点上 这样就会不太好看 这样稍微错开一点 距离会好一些 同样是由粗到细 细的小支也是由粗到细 由粗到细 只是勾的时候 可以稍微随意一点点 好 这就是咱们这一节课 要教的细节部分 大家练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多多的练习 就像咱们刚刚的 VIP学院的作业一样 那是练的特别特别多 非常非常多 还有一个枝干 对吧 上面的枝干 上面的枝干呢 用浓墨 用浓墨用枯笔 侧峰去画 用浓墨用枯笔 这样侧着 侧峰 这样去画 留一些非白出来 因为比较干 所以会形成这种非白效果 这样呢 一般是画老枝 画枯枝的时候 就会这样 然后像画到下面的嫩枝呢 就水分可以多一些 大家看一下测风 按住笔 往下走 笔没有木了 没关系 来回蹭两笔 它就有这种枯枝的感觉 好 到画嫩枝的时候呢 水上的笔 笔上的水 然后占多一点 速度快一些 那这就是稍微嫩一点的枝条 枯枝 就这样 测风 碎画 国画这个毛笔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我们用写字 把笔写凸了 不着急扔 等会还可以画国画 然后国画的笔画凸的呢 也不着急扔 咱们还可以存 存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到这种 然后嫩枝呢 就稍微的 像这样 顺滑一些 就没有像这种老 这种非白的效果 测风 测风画 然后嫩枝呢 用中锋画 测风和中锋 大家知道吗 测风呢 就是把笔偏着 把笔这样偏着 打下来 这样呢 就是测风 把笔和指竖直 然后这样画一条线下来 这个就是中锋 嫩枝的话 就用中锋 老支的话 就用测风 就画出这种非白效果 好 那么就开始 今天我们的素材图 看看素材图画的是啥 今天我们要教的细节 都教的 教完了 它这个压呢 它是用的 好像就直接用的上面的 鼠红 不 它鼠红加了一点点 褶石 应该是 因为它比上面的鼠红 显得要沉稳一些 有没有感觉 上面的红 会更红一些 然后下面的这种嘴 压的嘴和脚呢 它会稍微沉稳一点点 应该是加了一点褶石 到时候我们等会再试一下 看一看 虾你也是大神呀 别人给你束大拇指 来我来给你束一个 束两个 大神还迁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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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画这三只小鸭子 嗯 嗯 嗯 刚这个课堂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课堂同学就应该知道 现在应该什么 画这个小鸭子 笔上的墨应该水分多一点 才会出现这种毛茸茸的状态 首先整个笔上是 调蛋墨 下次把我画的再仔细一点 之前画我的那一张呢 你私发给我一下 或者是发给唐糖老师 来唐糖老师把微信号打上来 咱们的助理老师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像一些素材图啊 作品图啊 像画画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想系统的学习啊等等 都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是贴心小姐姐 哎 看是不是很贴心 刚刚说了 就立马就把咱们的微信号打出来了 是右画的拼音加23 把这幅画传到群里 这幅画传到群里 这个是画的是鸭 也不主要是鸭 它几只小鸭子又完全概括不了 我看一下我们的教学任务里面有画这种鸭吗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到时候看画哪一个水禽啊 或者画哪一个小动物的时候 把这个鸭子就直接再稍微的带两笔吧 好不好 或者等会儿 咱们公开课的素材图 可以在公众号啊 可以在右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右画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国画素材图 就有 我看一下 有家禽 好像明天 好像下一节课 就是因为上节课我们画的是鱼 下一节课就是家禽了 家禽想一想 大家想画什么内容 你画的那幅是饭圈 禁止宣传的 什么饭圈禁止宣传呀 是啥内容 整个鸭子的话 它这个小鸭子 小鸭子一般是用墨不会太浓 我们可以先画它的翅膀 画它的两个小翅膀 整个笔是弹末 然后笔尖沾一点浓墨 小翅膀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画再用弹末 整个笔是用弹末 用特别弹的末 然后把它的身体稍微勾一下 同样也是顺着形容表 大家看这样画下来之后往上翘 是吧往上一带 这是它尾巴的地方 那尾巴顺着也蹭两笔 蹭出它的尾巴来 再把它屁股勾一笔 带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小鸭子憨憨的身体了 好接着我们再调稍微浓一点点的墨 换一下它的脖子 它是往上再看 再看那只蜘蛛 好接着我们再调浓一点的墨 再把它的脑袋点出来 小波你说啥 讲吧 你是山羊 那副遮面纱是啥 还有牛吗 没有牛 但是我相信大家画完这些之后 应该画牛应该不成问题 大家学完之后 这个头注意也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同样墨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墨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让它有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晕开的感觉 好接着我们用小笔 练出来了 小波咪소년 来来来来尝下来尝下来尝出来 我们来单独练一点 好 鼠红感加一点忍 它会沉稳一点 来长沙请你吃大餐 吃那个啥 小时候挨打挨打那个叫啥 叫什么炒肉 竹鞭炒肉还是什么炒肉 请你吃这种大餐 鼠红加一点褶食之后 它就会稍微沉稳一点 就没有刚刚那个叶子那么红 接着我们又用之前教的花嘴巴的方式 它这个嘴巴好翘呀 好可爱呀 那我就把它再画再画的敲高一点 更可爱一点 再画它的腿 画它的脚 它这个脚呢跟刚刚的那个是稍微的简略了一些 差不多 应该是鸭跟鹅 小时候应该长得差不多吧 它有它这个脚呢 也有一个脚后跟一样 然后再往前走 再撒开 一个小脚丫 它这个脚 我画大一点 感觉画小了 有点撑不起它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胖胖的 脚画太小了 感觉撑不了它这个重量 哦 鹅的嘴和脚是红色的是吗 鸭子才是黄色的 那说不定咱们这个画的是鹅 咱们搜一搜搜一搜 网上搜一搜 鹅 是这个拼音吗 小鹅呢 这是鸭子吧 这个小时候的 这个小时候白色的 大家之前家里有养过鹅的吗 鹅是有点偏红一点点 有家里养过鹅的吗 鹅是古代大雁 驯化而来 好 我们接着画旁边这一只 最后再画后面这一只 这一只呢 我们可以先画头 其实画的步骤啊 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是 非得是怎么 非得先画头 或者非得先画哪里 没有这个必要 基本上是 只要不太影响 只要不太影响作画的话 顺序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有一些东西是要有一定的顺序 前画和后画是要讲究的 但是这个暂时可以不用 可以先画头也可以先画身子 这个小鸭子感觉还要飞起来的一样 后面这一笔呢就是整个是在浓木 然后笔间占一点点弹幕 去压一下 看一下 压 因为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再压一笔 用笔根去补一下 一定要用笔根去补一下 把它圆润一点点 后面的这一个翅膀 接着用淡墨画一下身体 接着用淡墨画一下身体 用淡墨的话 干一点的墨 存一存稍微 现在不着急 把背部也存回来 把背部也存回来 我们可以画个小尾巴 我们可以画个小尾巴 等会这里还用浓一点的墨 再存两笔 等它稍微干一点点 先不着急 接着画脚 它这边的脚就是 飘逸一点 后面的脚看到一点点 这只鸭子感觉像有点站立不稳 要往后倒 或者是往前 往前的那种姿态 它就翅膀就张开了 就像这种 有翅膀的 它一旦是想要飞 或者是有不稳的状态 它就会把翅膀张开 它要保持平衡 小时候被鹅追过的举手 刚刚还说 刚刚上课的时候还在说 其他的鸭子 啥的都没这么地 感觉有点怕鹅 其实平常 在老家的时候 看到鹅 看到鸭子还不怕 但是看到鹅 我都不敢跟它对视 我感觉我看它看久了 它就觉得我在挑衅它一样 它就会追上来 看到鹅还是有点虚的 尤其那种大鹅 天啊 对不敢看 不要跟它对视 不敢看 我一看它 感觉它就要朝我就过来了 太吓人了 荣叔你被追过 被鹅追过 刺激嘛 而且它又跑得快 就是鹅 它不像像鸭子 它蹦蹦的嘛 它走路可能摆啊摆 但是鹅 它一走起来 它翅膀就跟着扇了 它感觉就飞 一直就过来了 它不像鸭子一样 跟你在那里摇啊摆啊 怎么定 上来它翅膀一扇 一下子就过来了 好快 跑都跑不平 有时候 它是连跑带飞 点的时候注意 把这个高光也点出来 高光的时候呢 可以 高光的位置可以留在右上角 这样呢 感觉这个鸭子有一种 向上看的这种趋势 向右上角看 这种趋势 这个黑色 感觉有一点像 像打结 是吧 脑袋上超的 这些一个黑色的 有没有 那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 我这个脑袋 哎呀 怎么感觉有点更像 是吧 一不说还好 一说就感觉很像 改一下呢 改一下还是有点点像 嗯 好 对 小的时候还没鹅高呢 太吓人了 比如说小时候 现在看到鹅也有点虚 但是现在鹅 它就不敢追 不敢追我们 对吧 毕竟这么大只呢 在小时候就跟鹅差不多大 有时候比鹅还小 鹅他就盯着你 盯着你跑 他就先瞪着你 看你看不看他 你看他完蛋了 他就追着你跑 好 再画后面这只浅色的 快说注意一下形 注意一下形 这个头画小一点 它这个是相当于 它的下巴了 好 中间留一点距离 它留了一点白色出来 再往下来一笔 再淡一点 画出它的肚子 接着再用更淡的墨 再用更淡的墨去画 调整一下这个形 小柳 是鹅 小时候是这个样子吗 是这种红色吗 称之柳 感觉还学到了好多知识 农村养的鹅还可以看家吗 这么厉害 鹅还这么厉害 它这个角呢 就有点感觉像点起脚尖 有点点起脚尖的感觉 点起脚尖 是吧 那首歌 是这样唱的吗 点起脚尖 提起裙边 它有点 垫着脚尖 往上的这种趋势 同样我们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画稍微小一点点 因为是在远方的这一只小鸭子 好 这个眼睛呢 我们就稍后再点 因为刚刚刚画完 它可能眼睛还比较湿 我们晚一点再点 等会我们先画完上面 好上面呢 我们就直接画叶子 画遮盖 然后画叶子 最后再去画这只蜘蛛 蛾认人呀 难怪 难怪蛾都不 我都不敢 对 看蛾 它应该可能像 认识人 如果是陌生人 它可能真的会 真的会咬 好 接着我们画这个 树枝的时候呢 就用侧风 用侧风 用浓墨 用侧风 看一下这个树枝的位置 用浓墨 用侧风去画 当我们要画嫩枝的时候呢 就用中风 用中风这样画 好 画两个大枝干之后呢 就先不动 先画叶子 然后再去补里面的小枝干 因为我等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补 或者是补到哪里的位置 这个大枝干暂时就不画了 然后再画叶子 然后再根据叶子再去补一补 这样呢 是一个最保险的方式 等会一下 等会一下枝干花大了 花嗨了 收不住笔了 同样在那个废纸上 先试一试 在废纸上先试一试 调的这个颜色的浓淡 看墨的水分够不够 这个蜘蛛是好大 感觉我水里面的墨太多了 颜色感觉没有它的这么艳丽 可以洗一洗笔 把笔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淡一点的薯红 好 椰子就画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稍微等干 等干的同时呢 就不要白费这个时间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蜘蛛给勾出来 勾蜘蛛的时候用一只小号的狼豪笔 勾线再次强调一下 勾线就用狼豪 勾大的呢 粗的呢 就用大一点的狼豪 勾小一点的就用细一点的狼豪 用狼豪笔沾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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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画至少手边要有一张 我一般画画手边会放好多张 那像平常练习的废纸 折成这种正方形的大小 放好多张 放到旁边随时准备吸水 然后试墨试颜料等等 好差不多 差不多之后我们就画这只蜘蛛 这只蜘蛛画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同样刚刚说了 先是一个小的梯形 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梯形 顺着这个形画两笔 同样上面的这一笔长一点 下面的笔短一些 画一下他的小眼睛 然后再画他的腿 腿呢是分三节 一段两段三段 一段两段三段 分三节去画 一节两节三节 有些到后面去了 一节两节三节 分三节画 中间这一节呢是最长的 第一节短一些 第二节长一些 第三节短一些 然后再画一根丝 这根丝呢 等会再画 先不着急 先把上面画好 把上面的这个叶子勾完 然后把它整个的枝盖 画好了之后 再画这一根丝 这个眼睛就干的差不多了 我们正好有画 蜘蛛的笼墨 把这个鸭子的眼睛 稍微点一笔 点的同时要注意 可以留一个小高光出来 留在上面的位置 这样他的视线呢 就感觉都在看这只蜘蛛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这只 小号的勾线笔 然后蘸 蘸什么 蘸胭脂 蘸胭脂去勾 这个叶子里面的筋 勾筋的时候要注意 要由粗到细线条 左上缺了一条腿 是吗 残了残了 没事 那它就是残了 这只蜘蛛 它可能刚刚被鸭子 就啃掉了一条腿了 或者是因为紧张 好 因为要往上爬 然后掉了一只 没关系的 尤其画写意的时候 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 勾线的时候 由粗到细 由粗到细 都是要由粗到细 而且尽量呢 要有一点点弧度 不要画得太直了 同样中间的这个位置 不要到一个点上 要稍微错开一点点 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在这个位置出来 第三笔呢 我就在它下面一点点 在这个交界的下面一点点 谁弄 瞎说 怎么可能是我弄惨的 它自己不小心 它自己刚刚往上爬的时候 它怕下面的鸭子吃了它 它往上爬的时候 用力过猛 太激动了 然后掉了一条腿 所以这个位置就不要画到同一个点上 好 筋勾完之后呢 再用这个浓墨 浓墨把这个树叶的筋啊 都稍微要串一下 让它有来源 不要是凭空浮现的 让它有来源 每一片叶子 每一根筋都是有来由的 再用这个树叶子 我们看它它只上还稍微点了一下 可以给它只上也点一点 变得它稍微干了再画 现在的话也可以 可以稍微干一点 好接下来呢就画这个珠网 画珠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更细的笔 用到勾线笔 同样是用浓墨然后用勾线笔 画出它几根主丝 主要的丝 画的时候也是可以断断续续的 正好就可以把这个丝顺着往下 一直到这个支柱 画这个丝的时候用笔稍微随意一点 不要画得很直很直 画的时候稍微自然一点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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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勾丝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靠近这根主丝的时候呢 我们就粗一点 离开就细一点 可以有一定的这样的粗细变化 然后还有一根丝在这个叶子的后面 感谢观看 有一点虚实变化 包括中间空一空也行 虽然是空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感受得到 它是连起来的 好 那我们整幅作品就完成了 好 你也画完了一只鸭 才刚画完一只鸭吗 几只小鸭子 然后往上再看这只蜘蛛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刚刚前面教了大鸭子的画法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到时候可以提一个款 提到这里 然后同样如果想要系统的学习 或者是有作品 想要老师指导一下 或者是想要素材图 或者是作品图等等 都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唐唐老师 唐唐老师可以把微信打出来一下 微信号是 又画23 可以给大家写一下 微信号是 YOUH 又画的拼音 然后加23 对对对 我们的助理老师 唐唐老师已经把账号打出来了 大家不管是有任何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作品想点评一下 或者咱们今天这幅作品画完之后 想点评一下 然后等等 都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包括想要系统的学习一下 因为大家刚刚看了我们VIP班学习的成果 只能说是把大拇指都已经树类了 左边也树类了 右手也树类了 都是大佬 而且都是通过短短的几节课 就变成了大佬 而且是每一个人都画的好 不是说特例 不是说特例 刚刚随便去抽查或者随便去看 基本上看的每一个人 包括有没有在直播间的 有在直播间的就点开了直播间的同学的话去看 都是大佬 还有很多巨老 大佬当中隐藏了巨老 也离不开大家的练习 大家练的特别多 每一次咱们VIP上课都大家都通过了大量的练习 然后练完了之后 练完了之后就修改 修改完了之后再画再教 然后不停的这样反复的进步才能成为大佬 一定是要有专业的作业指导 因为完全像我们现在看这样的视频 你可能看完之后 A画学会了 但是你不知道你画的画面具体存在哪一些问题 或者是你画完之后 你自己没有一个人给你指导 你自己是很难去发现一些细节问题 或者是一些专业问题 而且每一个人手的用笔的力度 墨的控制 这些都是个人的问题了 一定要有针对性的指导 才能进步 而不是说泛泛的我看一个视频 泛泛的我看一篇文章 看一个教程就能学会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 它是要针对性的指导才会进步 相信我们直播间的很多VIP同学都感同身受 是的话 觉得敲个一 咱们现在直播间有大量的咱们的付费的系统版的学员 是不是感同身受 是不是作业指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且咱们的老师又温柔又体贴 指导的也非常的全面 其实教学就是一个相互成长的过程 不但是大家成长了 其实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我们学到了大家积极的这种状态 包括业余时间会用来画画这种心态 这种努力的这种感觉 这种状态 包括大家相互之间的讨论 同学们相互之间的讨论 也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温暖吧 大家也是相互之间的会去鼓励啊 或者是会去指出一些问题啊 而且是全球各地 咱们也不能说是全国各地了 是全球各地 像我带的班上 有一些同学是在英国 在欧洲那边 有些同学是在美国 就是有可能时间都错开了 有时候我们晚上是七点钟上直播课 六点多就开始 六点四五十 我就把直播打开了 然后咱们美国的同同学呢 就已经开始进入直播间了 我说这么早啊 我说这么早就起来了 他说有时候会特意订一个闹钟 订到咱们早上的六点多 然后一旦直播就开始上咱们的直播课 再还有在我们地球的彼岸 对面的同学 也是这个点来赶我们的直播课程 真的是也跟大家学到了非常多 这种对知识的态度啊 或者是对生活的这种态度 当然也是感谢大家对咱们诱化的支持了 也是因为信任咱们 知识咱们才会去报 通过网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 去付费去买这样的课程 也是对我们非常的信任 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 尽量不要囤太多的课程在手上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机构不一样的 其他机构就是巴不得你多买一些课 我们就是你现在不要囤太多课了 你手上有个两门课没有上就够了 就不要再报课了 我知道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做的比较少 大家想通过活动留住一个优惠 大家可以就是通过一个提前预定的方式 通过几十啊或者一百块钱预定的方式 留住这个优惠也行 不要留太多的课在手上 咱们学完再报也行 咱们诱化又不会跑 可以一直学习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诱化的服务质量 以后也会越来越好 我们也会严格把控服务质量 教学质量这个关卡 好了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大家就早点休息 晚安 然后呢 多多的练习 不管是咱们的公开课还是咱们的VIP 都能学到知识 但是呢 前提是一定自己得要多多的练习 同样如果是公开课 想要让我看一看作品的话 就把作品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的微信是 幼化23 那个幼化23 或者是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 幼化或者是幼化教育 都可以去找一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同样呢 也可以帮大家看看大家的问题 对 别人的机构就恨不得大家赶紧报名 我们是同学们 同学们 闻一闻 不要报那么多 先把手上的学完 囤个两门课程就可以了 你囤太多 到时候可能 还不知道得排到什么时候呢 你自己的时间可能也难以排开 那就慢慢的来 不着急 幼化 幼化 是一直会陪伴着大家 现在已经陪伴着大家 走过了六年了 相信我们 我们会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陪伴着大家 在画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有很多同学 画得越来越好 有些同学参加了审展 有很多采迁的学员 都是在省里获了奖 县里获了奖 市里获了奖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骄傲 对 别人都恨不得赶紧报名 我们是叫人别囤 囤个一两门就够了 最多是囤两门 你要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嘛 是不是 然后如果还想囤的话 你可以交个预定嘛 几十块钱或者是一百块钱 预定一下 没关系 把这个优惠给你留住 让咱们的老师 咱们慢慢来 学习的路太长了 而且优化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慢慢的进步 一起成长 不要心急 我在上国画课 书法课的时候 要求大家也是 哪怕你现在画得再好 你也要慢慢来 把基础打得更扎实 基础不老 才地动山摇 基础越扎实 没有一个说是大师啊 或者是谁说 基础不老 不好 或者说基础越老 还不好的 没有这一种 所以我们一定要耐住性子 画画就是要慢慢的来 我们是 同我们学习之后 班里的 班里同学呢 也是朋友 跟老师之间也是朋友 这朋友又不是 又不是说 这一个月 教你才是朋友 或者是一个月 在一起学习 才是朋友 这几个月 一直都会是朋友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咱们时间有的是呢 优化上市嘛 这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我们一会儿还是 朝着这个方面去努力吧 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学好 所以一定要在学好的基础上 我们会进行一些 教学方面 教育方面的一些 也是一些更新吧 跟住咱们进步的步伐 所以就是发现大家 最近囤的课太多了 因为被我们优化非常信任 有些很多同学都是直接 老师我把钱 直接打到你们账户上 然后我要报什么 我要买什么材料 你们直接扣就行了 我就不用再一次一次的去买 去为点购买 有很多这种同学 冲了这种卡的形式 但是这很少说 我们也不建议这样 就大家想报了再来报 而且不要囤太多 最多囤个一两门就够了 然后慢慢来不着急 咱们优化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咱们今年是第六年了 优化的第六年了 好的 今天后面讲的感觉 稍微多了一点点 咱们画也画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这节课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样如果是感觉我的课程 哎 讲得还 嗯 还行 是吧 或者是不差 或者还能听下去 那么呢 就给咱们的这个视频 可以点个赞 留个言 或者是转发一下 或者是一键三连 等等这种 也算是对咱们 优化的一个小小的认可 或者是对这个课程的 一个小小的认可 再一次感谢大家 进咱们的直播间来听课 能把一余时间用来提升自己 来学习画画 用来提升自己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要向大家多多的学习 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嗯 小柳应该是 顺着柳是延期了 是吧 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我们会一直在 好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记得一键三连 或者是记得点赞 评论收藏等等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早点休息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